如果欧文没有被字母哥垫脚 我们能横扫雄鹿夺冠 欧文的伤病改变了整个比赛 这是去年赛季结束后 格里芬面对记者的回应 关于字母哥是否故意垫脚 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的总冠军奖杯 是靠垫脚得来的 也有人说他脚下从不伤无名之辈 但不论是他无意之举 还是刻意为之 都无法阻拦字母哥 正逐渐成为联盟第一人这一事实 1994年 字母哥在希腊雅典出生 家中一共有四位兄弟 父母为了养家糊口 就从尼日利亚移民到希腊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但移民的身份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 最终父亲只能做杂工 母亲也给别人当起了保姆 父母换了很多份工作 都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为了给家庭分担压力 字母哥和他的四位兄弟走上街头 当起了小商贩 虽然每天都很疲惫 但他们非常的知足 字母哥的父亲曾经是足球运动员 母亲是跳高选手 这也让字母哥和兄弟们的运动基因超出常人 可小时候字母哥并不喜欢打篮球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和爸爸一样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但哥哥弗朗西斯 阿德托昆博 是一个十足的篮球爱好者 字母哥为了能和哥哥待在一起 经常会在休息日时奔波到五公里外的篮球馆 陪哥哥一起练习篮球 兄弟两人经常从白天战斗到黑夜 到了午休时间就直接睡在球馆里 由于家境贫寒 他们总是共用一双球鞋 所以在和朋友打比赛时 两兄弟从来不会同时上场 哥哥经常会鼓励字母哥 虽然在场外我们拥有的不多 但在球场上我们拥有一切 一天刚好路过球场的篮球教练斯皮罗斯 看到了字母哥惊人的臂展 以及强悍的身体素质 便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球队 但字母哥表示拒绝 他只想认真工作 为家庭缓解压力 教练向字母哥许下承诺 只要他肯加入球队 就会帮他的父母安排工作 字母哥这才答应下来 随后就跟着教练来到了 菲拉斯篮球俱乐部 字母哥在训练时 脑海里经常浮现出 父母在街上卖小商品的画面 为了家庭生活能够改变 字母哥默默立下决心 一定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行 每天散场后 字母哥都会留下来 再训练几个小时 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决心 坚信字母哥迟早有一天 会驰骋在NBA的赛场上 为了让他能够一门心思打球 俱乐部将字母哥一家人 安排到了球馆附近 一个生活品质更好的小区基柱 当家庭和生活都稳定下来后 字母哥心中的包袱也终于放下 在教练的精心指导下 他的球技越来越好 很快就成为了球队的领导者 在09年的青年比赛中 字母哥时不时的大冒对手 更是在比赛中狂砍50分 成为青年队中的得分王 很多球探专家也来到现场 欣赏字母哥的个人秀 2012年 在希腊以及篮球联赛中 场均获得9.5分 五篮版的字母哥给前来观战的 雄鹿队教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NBA教练不允许和球员直接交流 雄鹿队的教练在去厕所的路上 偷偷的对字母哥说 你打得非常好 请坚持下去 这也让雄鹿队给字母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加选秀还得穿西装 那我就不去了 我哪有钱买西装呢 要不是有人给我说 我可能会被NBA选中 我才不会来这耽误时间呢 打一场西班牙联赛能挣很多钱呢 这是选秀大赛开始前 字母哥和经纪人的对话 当被告知参加选秀需要穿西装时 字母哥果断拒绝 并转身就要往回走 他不可能冒着不被选中的风险 然后再赔上一件西装 经纪人得知字母哥的难处后 就带着他到商场购买了一件西装 字母哥坎坷的选秀之路 也终于步入正轨 在2013年的选秀中 字母哥以首轮第15顺位 被密尔沃基雄鹿队选中 哥哥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希腊国旗 而字母哥当场懵圈 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 踏上了NBA赛场 字母哥入队后 雄鹿队所有人都非常照顾他 为了让字母哥能习惯在美国的生活 雄鹿队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照顾着他所有的生活起居 字母哥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也如愿地和雄鹿签下了 总价值180万美元的新秀合同 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NBA合同 字母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拿到钱后 他就购买了一台400美元的PS4 可没过几天 字母哥想起自己的家人 还辛苦地在街上摆摊 自己却在偷偷享乐 愧疚感油然而生 雄鹿队助教知道这一情况后 便花原价购买了他的游戏机 字母哥也把身上剩下的所有钱 全都汇给了家人 但当天正好有一场比赛 字母哥身上的钱已经不足够做出租车 为了在开始前到达赛场 他只能在冰天雪地的密尔沃基大街上 拼命地狂奔 这是正好开车回家的一对中年夫妇 一眼就认出了这位熊鹿新秀 他们都是熊鹿的忠实球迷 想也不想就邀请字母哥上了车 身材高大的字母哥挤进了本田飞度的后排 经过一路的颠簸 终于准时到达了比赛现场 当教练看到字母哥从车上下来时 很惊讶地问他 你怎么可以随便就坐陌生人的车 但在字母哥眼里 密尔沃基这座城市非常温暖 18岁 字母哥初次登上NBA舞台 新秀赛季的他拿到了场均 6.8分 4.4篮板 1.9助攻的大众数据 在多数人的眼里 字母哥就是一个手脚很长 在场上非常显眼的希腊菜鸟 但随着不断训练和适应 字母哥的天赋还是逐渐展露了出来 在2016年 字母哥已经能有16.9分 7.7篮板的数据 在和拥有科比布莱恩特的 胡人队比赛时 字母哥更是打出27分 12篮板 10助攻的数据 拿下人生的第一个三双 顺利带领球队获得胜利 这场比赛也让科比注意到了 年轻的字母哥 他非常的聪明 还拥有超出常人的身体天赋 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伟大的球员 这是比赛结束后 科比对字母哥的高度肯定 在谈及到自己的新教练 基德时 字母哥说道 其实刚开始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成就 知道有一次 我在网上搜了他的名字 NBA总冠军 最佳新秀 十次入选全明性阵容 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当时我就在想 天呐 原来我的教练这么猛 之后我就放低了姿态 认真地向他学习 在分析了训练和比赛的录像后 教练基德发现了一些问题 他觉得字母哥 完全能够作为球队的进攻发起者 两米一一的身高 去打空位 这在当时所有队伍中 都是个冒险的决定 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能快速磨合 在开季前的休赛期 字母哥总会把时间 泡在训练室 有时训练太入迷 还经常错过了吃饭时间 他也只能在训练室的地上 简单睡上一觉后 继续训练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字母哥明白 他不光要打出自己的精彩表现 还要担负起指挥队友 串联球队的重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字母哥的控球技术 越来越稳定 2016到17赛季开季前 熊鹿队和字母哥顺利签下 四年一亿美元的合约 当时的他 完全能够去其他球队 争取更高的薪资 但字母哥心怀感恩 比起钱来说 这座城或许对自己更加重要 他们开出的薪资 已经足够自己将最重要的家人 全都接到美国生活 字母哥决定 他要向邓肯和诺维斯基看齐 在同一支球队待上20年 以忠诚的决心和出色的表现 来回报这座城市 球队 以及球迷们 签完合同的字母哥 丝毫没有松懈 在常规赛中 他打出了场均 22.9分的数据 顺利带队 闯进季后赛 虽然只是一轮游 但相对于上个赛季来说 熊鹿队的成长肉眼可见 字母哥也在这一年 第一次入选了全明星阵容 顺利的当上了首发 并成功选上东部最佳球员 字母哥也开始在熊鹿的队史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他时刻都在激励自己 一定要向柯比 詹姆斯和乔丹看齐 不止要当上传奇 还要改变联盟 改变整个时代 柯比 我要挑战你 等你先拿到MVP后再说吧 2017年 字母哥在推特上 向柯比发出挑战 面对柯比提出的要求 字母哥欣然接受 并在这个夏天 进行了高强度训练 当字母哥终于要在NBA赛场 大展伸手时 却传来了 对自己最重要的父亲 因心脏病去世的噩耗 对于从小就很懂事的字母哥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短暂的难过后 字母哥知道 自己身上还承担着 一个家庭的责任 之后他把所有的悲伤化为动力 在心里默默的立下了一个目标 自己一定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最终在赛季结束时 字母哥带领熊鹿队 以44胜38败 东部排名第七的战绩 顺利杀入季后赛 最终和猛龙队打到第六场时 遗憾败北 但这场比赛 字母哥出场47分钟 就斩获了34分九篮板的数据 刷新了职业生涯季后赛 单场得分记录 顺利进入NBA最佳防守阵容 并成功当选了该年NBA进步最快球员 在休赛期间 字母哥通过努力争取 最终得到了和科比一起训练的机会 他深知这个训练有多么来之不易 于是每天提前三个小时 就带着笔记本到达训练场 将进攻的脚步以及防守的各种细节 全都记在笔记本上 在慢巴精神的熏陶下 字母哥也逐渐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他从来不会终止训练 甚至一到休息日 他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17到18赛季 虽然字母哥的个人数据突飞猛进 但熊鹿这支队伍的表现 却不尽人意 战绩一直都在40胜利边缘徘徊 每次进入季后赛 就会在首轮被淘汰的魔咒 球迷的期望以及外界的各种压力 让球队的管理层在此刻彻底爆发 当NBA球队需要做出改变时 往往都是先拿教练开刀 熊鹿也不例外 球队管理层在这个赛季 决定开除教练基德 字母哥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在官方正式宣布前 给教练拨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会试图去说服管理层 让基德留下 基德却回答道 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 这时字母哥向基德表示 我可以打给老板 打给经纪人 恳求他们把你留下来 经过和管理层的交涉无果后 字母哥受到了沉重打击 任何人的离开都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能做的只有默默接受 在这个商业联盟中 你必须习惯他 字母哥看着身边的队友 换了一轮又一轮 他也只能接受现实 既然挽留不了已经要走的教练基德 那现在所能做的就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强 带领球队打出更好的战绩 争取不让球队任何一人再离开 字母哥不仅重视自己的家人 他也同样重视着每个和他一同奋斗过的伙伴 在18到19赛季 球队迎来了新的总教练 迈克不登霍尔泽 他曾经在马次助教了18年 也曾带领老鹰拿下过60胜 迈克上任后直接调整了熊鹿的首发阵容 并组建出了一支能让字母哥发出最大威力的组合 字母哥也不负众望 在该赛季打出了场军27.7分 12.5篮板5.9助攻的疯狂数据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字母哥都是球场上顶尖的主宰者 他也成为了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并成功当选了全明星赛东部队长 在比赛的选秀会上 他不忘忠诚本色 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克里斯米德尔顿 当自己的队友 全明星赛结束后 常规赛上的字母哥带队的熊鹿队 取得了60胜22负的战绩 在常规赛战绩上位居全联盟第一 并在首轮就以4比0轻而易举的击败活塞 在第二轮又以大比分4比1击败开尔特人 成功完成复仇之战 东部决赛上 面对莱昂纳德带领的猛龙队 字母哥势如破竹 在开局后连赢两场 但在之后的比赛中 字母哥求胜心切 一直想带起球队攻势 他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失误也接二连三的发生 导致球队连败四场 惨遭淘汰 虽然球队没有冲出东部 但字母哥在本季的表现 也顺利当上了2018到19赛季的MVP 也如愿的完成了对科比的承诺 在颁奖典礼上 字母哥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他感谢球队在希腊发掘到18岁的他 并屡次照顾自己的家庭 也感谢密尔瓦基这座城市带给他的温暖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会以实际行动来回报 对自己坦诚相待的人 在颁奖后的采访上 字母哥却这样说 别喊我MVP 除非我拿到了一座总冠军 历经千辛万苦的字母哥 有着更长远的目光 他想要为了球队 为了自己以及家人 获得一座NBA总冠军 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段 他都是联盟中最强的存在 我觉得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这是科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字母哥的评价 2019到20赛季 雄鹿客场在揭幕战之中 轻松获得胜利 字母哥仅出场28分钟 就拿下了30分 13篮板 11助攻的三双数据 并在首场常规赛上 再次取得30分 最终带领雄鹿 以134比106 大胜森林狼队 在完美的开局后 雄鹿更是打出 常规赛56胜17负的战绩 再次跻身季后赛 并在季后赛首轮 以大比分4比0 直接横扫了魔术队 但在次轮与热火对战时 遗憾败北 但由于完美的个人数据 字母哥再次缠连了 常规赛MVP 但对他而言 如果没有总冠军 那这一切就会显得毫无意义 为了冲击下赛季的总冠军 字母哥在休赛期 进行了魔鬼般的训练 就算到了深夜 雄鹿的球场上 依旧能看到字母哥的身影 他加强了被打和中投 同时也进行了力量加烈 雄鹿队也在这个夏天 招募来了防守汉将 朱霍勒迪 2020到21赛季 字母哥带领雄鹿 以46胜26辅的战绩 再次挺进季后赛 并在首轮横扫热火 轻松完成复仇 在第二轮 面对拥有三巨头的篮网队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成功将比赛打到抢7之战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杜兰特失误彩线 错失绝杀机会 雄鹿最终以微小分叉 险胜篮网 艰难的挺进了东部决赛 这次的对手是老鹰队 在先师一程的情况下 字母哥带领雄鹿 打出二连胜 成功将比分反超至2比1 但第四场比赛时 字母哥由于膝盖受伤 无法出战 但在队友们一起的努力下 雄鹿成功击败老鹰队 成功击身NBA总决赛 这也是雄鹿队 时隔47年重返总决赛 面对拥有着布克和保罗的太阳队 字母哥丝毫不惧 在伤病还未痊愈的情况下 强行选择出战 前四场比赛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比分也随之来到2比2 第五场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激烈缠斗 比分一直紧咬到最后一刻 布克接球后准备发起进攻 假日哥突然从身后出现 准备切球完成抢断 字母哥在攻防转换时 成功扣篮并造成对方犯规 最终拿下了第五场比赛的胜利 第六场比赛来到太阳主场 雄鹿以105比98的比分 轻松将太阳击败 这也是时隔50年 熊鹿队拿下了时尚第二座总冠军 字母哥也如愿完成了 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别喊我MVP 除非我拿到一座总冠军 现在的字母哥也终于有了挑战 科比的资格 可是他却远远的离开了我们 虽然私人已逝 但科比的传奇故事将会永远流传下 虽然今年的比赛中 字母哥没能未免冠军 但他依旧打出了场军 32.3分是3.6篮板 6.5助攻的完美数据 字母哥的进步肉眼可见 相信在以后 这位来自希腊的怪兽 能给我们带来更加传奇的故事 给你带来自她的词